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贵妇在家总是能闻到院子里传来一股怪味 好奇的她前去查看,却意外在院中挖出死人的手 丈夫却谎称妻子看到的都是幻觉 像是掩盖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一直被另一位男子藏在手机中 尚恩发现丈夫有一台花哨的女士手机 手机里装着家号的秘密 尚恩想起丈夫收藏了一盒稀奇古怪的东西 里面是各式各样人的把柄 丈夫曾对尚恩说过 他要用这些把柄来惩罚别人 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 这部手机也在其中 尚恩的好奇心被打开 想知道丈夫原本打算如何惩罚在号 丈夫的堂弟告诉尚恩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拿着全租房的押金 另外向银行贷款 给一项投资注入两个亿的资金 赔得血本无归 丈夫自己走了一了百了 但还留下一大笔债务 这下尚恩笑不出来了 堂弟未表哀悼 给尚恩塞了点钱 尚恩看了一眼不由的冷笑出声 丈夫被堂弟父母收养 从小在堂弟家长大 为了报答养育之恩 丈夫成为了堂弟一家的提款机 可人走茶凉 最后只换来微薄的三十万韩元 尚恩今年累月受到的委屈 终于在此刻爆发出来 尚恩歇斯底里的怒骂堂弟 丈夫死了 养父母甚至都不来探望 丈夫小的时候 抢走丈夫父亲的财产 尚恩诉说着种种的不公事迹 忍不住嚎啕大哭 冷静下来后 尚恩来到卫生间 偶遇跟着丈夫前来调研的朱兰 尚恩认出朱兰 拿着丈夫去过朱兰家里 而朱兰若有所思地 看了一眼那部花哨的手机 之前他点开尚恩用粉色手机 发来的自拍照 照片中的女生 手持的就是这部粉色手机 朱兰夫妻俩来到临位前祭拜 尚恩试探 在后是否认识自己 接着把在后单独叫到殡仪馆外谈话 他省去拐弯抹角 拿出手机询问在后 是否受到丈夫的威胁 如今尚恩手握手机 却不知其中玄机 但他觉得 丈夫把手机留给自己 一定有他的原因 在后先是装傻 接着问尚恩 如果他查出了真相 难道也要来威胁自己 尚恩的回答 磨能两可 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在后不禁感叹 尚恩和丈夫很像 总是做些错误的决定 一步步走向人生的悲剧 在后希望尚恩好好考虑 就当时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朱兰在楼梯上 看着二人对话 一转身 不小心撞到尚恩母亲 母亲很喜欢朱兰 紧紧帮着她 让她做自己的儿媳 不做儿媳的话 做女儿也行 朱兰受不了她的胡搅蛮缠 将她甩开 尚恩母亲跌坐在地 这一幕被尚恩看到 尚恩拍开朱兰去搀扶的手 恶狠狠地训斥朱兰 并告诉她 再后杀了她的丈夫 这时尚恩又接到警察电话 丈夫因触犯恐吓取财罪 前阵子被起诉了 如今警察来询问丈夫的去处 为何不接电话 这几日 尚恩一一知晓 丈夫给她留下了烂摊子 她被逼至发疯的边缘 在电话里大吼 丈夫已经死去 她到底要说多少遍才可以 另一边回家后的朱兰 不断想起尚恩的话语 再后杀了尚恩丈夫 不放心的她 前去查看再后的行车记录仪 但记录仪里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留下 再后注意到 车里鬼鬼祟祟的朱兰 见自己的行为被发现 朱兰连忙借口称 找尔环 打消了再后的疑虑 眼见这条路行不通 朱兰又找到邻居帮忙 提出查看邻居家门口前几日的监控 邻居问起查看的理由 朱兰周不出能让人信服的回答 只好作罢 但邻居留了个心眼 帮朱兰查看监控 还看到那晚有一辆车 深夜离开朱兰家 警察正在调查丈夫死亡以案 他们查到丈夫死前 再后给他转了一大笔钱 根据这条线索 警察找到再后询问缘由 再后老实交代 医院里有几位医生 因回扣的事和丈夫纠缠不清 如今医院正在和大学推动合作 正是关键时期 作为院长的他 无论如何都要把事情掩盖过去 代价就是他转给丈夫的这笔钱 这个回答让警察更加费解 丈夫既然已经拿到这么多钱 为何还要想不开 结束了工作 再后回到家里 发现朱兰口中掉在车里的耳环 并没有丢失 不禁对朱兰起了疑心 再后故意拿走那枚耳环 放进了车里 再后告诉朱兰一些有关邻居传闻 邻居是个有名的女子 几年前她的房子里一直传出怪味 有人报警后 警察发现有个男人死在这里 邻居自称是死去男人的妻子 可社区里没人见过她或认识她 再后觉得邻居是个坏女人 不准朱兰和她来往 听着再后的话 朱兰犹豫再三 无济勇气询问再后 那晚到底有没有出门 可话刚说到一半就被再后打断 再后称在车里找到了 朱兰丢失的耳环 并从车内拿出还给朱兰 朱兰有些措手不及 她根本没有丢失耳环 但再后却反复强调 是朱兰记错了 她在车上弄丢耳环后 一直耿耿于怀 接着又到处 他们搬来这里的理由 试图将一切都归咎于 朱兰精神有问题 但这次朱兰没有被骗 她清楚地记得 那晚半夜醒来时 再后不在身边 而家里到处都是她出过门的痕迹 朱兰希望再后实话实说 再后表现得十分无奈 劝说朱兰为家人着想 他们因为朱兰已经过得很痛苦了 儿子甚至有了极端想法 可朱兰却总是惹是生非 因为这一通埋怨 朱兰也被扰乱了心绪 这个夜晚 邻居在社区里逛超市 一个小孩喊着杀人犯 从身后跑过 其他顾客们也对她指指点点 小孩撞倒了商品 却没人来捡 邻居恰好站在这堆商品前 所有人都看着她 她只好蹲下身捡紧 这时朱兰儿子突然出现在身边 邻居劝她不要靠近自己 会被别人说闲话 儿子不在乎这些 她知道邻居帮过妈妈 仍该怀有感恩之心 她也愿意对邻居伸出援助之手 邻居送朱兰儿子回家 儿子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回到 这个被排挤的地方 邻居回答 这里是她从小住到大的地方 是她真正的家 不久后 丈夫的骨灰正式放进邻屋塔 尚恩面无表情地将她送走 忙完这一切 尚恩意外得知 丈夫生前给自己买了五个保险 尚恩连饭都过不上吃 立即跑去保险公司咨询 但按照保险的规则 如果丈夫是以极端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无法理赔 也就是说 要证明丈夫是她傻 才可以拿到这笔天价的保险金 尚恩仿佛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她无比确信 丈夫不是想不开 那一晚 丈夫将车停在大桥下 睡了过去 接着 尚恩坐进了驾驶室里 启动了车辆 从保险公司出来后 尚恩回到家里 一位不速之客在门口等着她 对方正式诛拦 本集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